真爱,年轻一亿的恒大男神,只爱恋44岁发福的女护士真爱,年轻一亿的恒大男神,只爱恋44岁发福的女护士文雷平体育会在超级联赛的最后五轮比赛的收关阶段,卡纳瓦罗仍然需要带领超级联赛冠军广州恒大队,努力向第八个冠军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如果广州恒大可以扭转上海的上岗队,赢得本赛季的超级联赛冠军,那么卡纳瓦罗也将带他的家人在天河体育场,庆祝指引生涯中的第一个超级联赛冠军,作为一名英俊的教练,卡纳瓦罗拥有与许多世界级球员一样的传奇爱情故事,令人羡慕不已,虽然年轻一个亿,但他一点也不花心,只爱恋一个44岁发福的护士, 令人敬佩不已,这才是真爱,在球员的时期,卡纳瓦罗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赢得金球奖身份是中后卫的球员,他也是足球界罕见,而英俊的偶像,帅气的身影,很有魅力,英俊潇洒,意大利帅哥还有标志性的微笑,优秀的中后卫技术, 彪悍求一,优雅的形象,让他成为偶像级男神,吸引了众多女粉丝,就像中后卫的稳健一样,卡纳瓦罗的个人生活也非常稳定,他没有像C罗纳尔多,罗纳尔比尼奥那么多的绯闻, 卡纳瓦罗和他平常的妻子达尼埃拉已经在一起,二十多年,一直都是绅士女神般存在,二十八年前,不是世界级明星的卡纳瓦罗,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达尼埃拉,这位十七岁的,那不勒斯小美女坠入爱河,经过八年的爱情奔跑,卡纳瓦罗和达尼埃拉,终于进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 结婚后,卡纳瓦罗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中后卫,同时也带上了意大利国家队的绣标,卡纳瓦罗是意大利足球的标志性人物,在国内足坛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6年,卡纳瓦罗在个人生涯中,达到了巅峰状态,并带领意大利国家队赢得了金球奖,这个时候卡纳瓦罗担任的是世界杯队长,卡纳瓦罗的个人生涯已经达到顶峰, 但他仍然非常忠于自己的爱情,妻子达尼埃拉只是纳布勒斯一家医院的普通护士,但卡纳瓦罗从来没有像其他世界级明星一样嫌弃自己的结发夫妻,颇有NBA詹姆斯的风范,卡纳瓦罗可以说是完美的好丈夫形象, 作为教练,卡纳瓦罗离开意大利到中国开启了自己新的执教生涯,现在卡纳瓦罗在广州恒大的年薪已经达到1200万欧元,转换为人民币金一亿元,他是中超联赛中收入最高的主教练, 但他在中国,没有任何花编新闻出来,上赛季的中超联赛颁奖典礼上,卡纳瓦罗和他44岁的妻子一起登台亮相,令人羡慕不已, 意大利的少帅向外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逝去的青春,但是爱永远不会改变,为卡纳瓦罗点赞。 请不吝点赞。